火箭勇士大战结束,NBA主席肖华自掘坟墓作死,把NBA推入火坑。 备受关注的西部决赛火勇大战终于结束,结果没有好坏之分,但是过程却有好坏之分。 火箭勇士大战结束,火箭和勇士抢七大战之中的一个比赛细节,更加证实NBA主席肖华真的自掘坟墓作死,以把联盟推向火坑。 今天火箭和勇士的抢七大战,最让NBA球迷热议的不是比赛结果,而是比赛过程的一个细节。 看过比赛的球迷都清楚,在今天抢七大战之中,第三节火箭被裁判多次错判漏判,浪费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,罚球。 裁判完全成为了这一场比赛胜副手的主角,这不仅让考心思和林舒豪等NBA球星公开为火箭谈冤,就连腾讯NBA评论员苏群都公开发表文章,火箭第三节至少被裁判漏判了七个罚球和一个三分。 NBA球迷可以接受勇士营火箭的结果,但是无法接受NBA联盟裁判主宰比赛的结果。 今天裁判主宰了比赛的结果,更加证实了NBA消化自觉坟墓作死的行为,因为NBA主席消化之前的一个改革把NBA联盟推向火坑。 不知道球迷对NBA博彩合法化改革有没有印象,NBA主席消化极力推行NBA博彩合法化,让博彩公司内NBA联盟提供巨额的利益。 一旦消化主张的博彩合法化,NBA联盟裁判主宰比赛就会像今天火勇抢七大战一样明显。 NBA联盟原本就是一场生意,NBA联盟和博彩公司一起在博彩业分红,NBA联盟会更公平,裁判不会主宰比赛。 NBA联盟前主席大卫斯特恩一直把博彩聚集于NBA门外是有道理的。 NBA联盟前主席大博彩公司